就開始答 可以開始了嗎? 對啊,請啊 好 我寫了一個很長的List 想要請問的問題 好啊 那我們其實之前就 不知道Audrey應該第二次遇到像這樣子寵物寶的Case吧 之前的Case 我們也其實有看所有的Transcript 你有看 我看所有Transcript了 然後知道那時候還是有一些問題沒有辦法直接解決 對,所以我們這兩年來過 就為什麼我們又出現了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Demand 所以我們才 我們真的有看到這樣的需求 當然 所以才會存在 所以才會keep fighting for it 所以我們就持續的fighting 因為我兩年前回來台灣就發現這是一個很大的痛點 我自己養狗狗遇到這樣的問題 在Mendan人遇到這樣的問題 然後也知道現有的 現有的可能做過類似事情的人 沒有辦法突破 所以我們就在一直想辦法怎麼樣 怎麼樣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那時候有這個創意的idea的時候 我們就參加那個APAC活動 然後就那時候認識了Sandbox的人 然後Sandbox的人那時候 他們對我們很friendly 那時候什麼都不知道 我想說這個美國有為什麼台灣沒有 的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那就跟Sandbox的人聊 他們說這個應該會 可能會遇到許多法規問題 那我也 我們真的也有遇到法規卡關的問題 最後就真的申請上了Sandbox沒有進 但是他們幫助我們做了非常多的協調 跟主管機關有做協調 跟論文會有做協調 然後在那之後協調雖然後來還是沒有談成 但是那時候達到的回應就是 我們可以做某些服務 某些服務不行 這樣保姆可以到府 照顧這件事就OK 但是另外一個技術就不行 然後我們就更直接想說 奇怪那像家樂服也有做技術 家樂服 因為家樂服 就是狗狗放到那邊 外面放到那邊 本身沒有收錢 對 反正我們就這樣子的方式詢問 然後後來他們也問了 他們也幫我們協調中間的主管機關 我們後來也發了公文 就說那我們就不收錢 服務本身不收錢 這個Find Taxi模式 這個我之前都討論過 對 所以我們真的就這樣做了 我們真的這樣做就RUN了兩年了 然後RUN了兩年之後 OK成功Fundraising也結束了 天使輪也closed了 然後我們做了 這段時間其實也發生了很多事 我們也有常常 一定會有挑戰 常常會被抓起來說 你們這個是不是灰色地帶 是不是不合法 我們甚至推了一些很創新的服務 就會被很強烈的攻擊 就什麼時候我們上新聞了 我們去疫情的時候 推了一個無接觸遛遛狗 就是用APP 就可以直接找到附近的人幫你遛狗 而且還不用接觸跟UberEats一樣 然後就推出了這樣子的服務 幫居家隔離人幫忙遛狗 然後全部都消毒 他們只要把狗狗放到門口 對我有看到 三立郵報 對三立郵報 我們在三立中天TV 全部都有幫 因為真的太酷了 然後那時候真的幫了很多比較合理的人 但是就直接被 我們兩個新聞最後被下架 因為被強烈的說我們這個是違法的 然後後來我們那時候 雖然有點小性小受傷 可是覺得我們應該是在做對的事情 就有這樣子很堅持 幫他省20萬 幫他省20萬 然後一直在那邊把20萬 是不是尿個狗 他們只是說尿個尿 對啊 不然的話家裡全部都是尿 對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 我們常常會遇到這種小小的點 小小的問題 對 就是想要做一件事情會 會不會擋住 是 好所以我們之後也很努力想要 因為我對台灣有太大的gap 所以我很想要知道台灣的法規怎麼運行 才會才有辦法真的是正常的operative business 所以就進了申請政府的計畫 非煙計畫好了 我們就進了非煙計畫 我們進了非煙計畫 都pitch competition拿冠軍了 然後都一切 我覺得我們這樣應該是有證明自己的能力 對 然後因為那樣子跟他們 跟非煙計畫一起做 我們才發現 我們那時候也合作跟他們合作 幫高雄的婦女協會跟他們合作 就叫Employment Center那種的感覺 叫就業 我們就跟 因為他們有非常多想要在庫就業運行 我們就直接跟他們合作 一次就train 70、80個 在高雄的婦女 讓他們成為這個setter 太好了 然後覺得很棒 結果他們打電話跟我們說 因為有人說你們是違法的 我們沒有辦法讓你公開的做trainning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會有時候 有非常多這種卡關的事情 所以這是我們覺得比較累的地方 我們很多事情想要做 我們知道我們在做是對的 然後也幫助了這麼多人 可是卻常常遇到卡關的事情 所以我們當然也知道問題點來是什麼 可能是跟當初Uber跟計程車 會遇到問題是一樣的 對啊 所以我們 但現在那個問題沒了 但那個問題 對沒了 沒了解決了 對我們就是很希望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這其實就是我們 最希望能夠做的事情 那我們也看到說 我們就算用這種免費提供技術服務的方式 我們 我們其實這樣子獲利模式是什麼 其實是從賣食物 從物食物 對我們就用這樣子 但是這樣子我們要 其實我們 receipt還有教育市場 非常非常累 我們要花非常多的精神跟這些 譬如說我們是在賣食物 但是他們想要其實是技術 或是他們就是會需要非常多的認知 心本很高 所以我們從來沒有打過這種東西的行銷 但是卻是佔了我們營收的40% 所以我們才發現這個 如果真的有辦法突破 我們是不是真的有辦法 做出更大的potential 然後真的有辦法讓更多人 可以參與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也知道這個遇到的瓶頸是從哪裡來 所以我們一直在想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可不可以 所以我們現在10%of the hour 我們所有的就是Provider 是不是Provider 其實是一些微型店家 是 他們是可能需要一些Marketing Channel 需要Online Exposure的人 所以我們現在很努力想要找到 就符合我們理念 我們就會讓他們一起進來 就算是店家個人都可以 那我們協助個人就是弱勢的 我們特別幫助他們訓練 他們成為有這個能力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卡的就是這一個 我就很希望可以進Sandbox 我們之前申請上Sandbox 不行我們那時候還是個小baby 但是我們現在都已經 我覺得我們已經證明到了一個 已經做到了一個點 是我覺得我們應該要進沙盒 我們有3萬個用戶了 400個Sitters 還有400的Sitters 還有24%是這些平常找不到工作人 然後10%是這些微型店家 他們平常找不到Marketing Online Exposure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做的事情 已經到了一定的level 應該是可以進沙盒 所以這是我們的目標 OK 你們那個偷說 軟體工程師可以在旁風頭上蒙嘴 因為這樣真的招募 這樣就沒有招募 不是Literally 不是一個Sandbox 不是Literally 所以你們主打這個鞋太陽四沒有用 我覺得沒有用 他是改掉好了 沒有要你們改掉 可是不是很好笑嗎 我覺得很有梗 我覺得蠻有梗的 對我也覺得很有梗 只是我如果是軟體工程師 這不是我的一個主要梗 然後後來我們也加了什麼Puppies 跟摸狗狗什麼的 也沒有什麼用 我想做也怎麼辦 我們現在開發速度想要更加快 嗯 但是因為我們想要趕快 正到整個台灣 台灣整個都被Cover得好 可是你們現在不是App都寫好 你們是要重寫還是怎麼樣 我們裡面有很多 東西要優化 其實現在有點就是 很多問題 小比較小小 不能說小問題 其實都是大問題 比如說 對 因為你如果要進Sandbox 然後主管機關給你一些specific的要求 你可能兩個禮拜就要改App 這個很現實的 對 對 對那 可以進之前我們一定要找人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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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哈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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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想說這樣有用嗎? 他自己剛好確認一下 沒有,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用 OK 我們剛是聊到說 這邊想要農委會 考慮在特定範圍裡面 Relax 某一個特定的關於技術 對這個 rule 那當然就是像 其實之前有過非常多的例子 像Uber就是一個例子 就是多元化計程車 那他們變成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計程車隊 但是他們之後有Line Type-C 有很多人 所以沙盒並不是說 好像專門為你放款 事實上一放款之後 競爭者一定會出現 這個是必然的事情 那或者是說像那個 Farhub做線上程度室 也是一個好的 Sandbox的例子 或者是說 之前 另外一個常常被提出來的 就是小旅行 小旅行就是 他資本沒有辦法設的旅行社 但是他只是要大家來 體驗部落 或體驗一個什麼 制茶 之類 但他還是有提供食宿 那也有收錢 那這種到底是不需要去拍旅行社 那後來也有一些放寬 那時候意思就是說 如果是人來這邊 而不是你把人帶著走 那這樣這個就不算旅行 但是實務上社區 還是可能會把人帶著走 所以後來也把旅行社的資本 大幅降低 這樣幾個 做這方面的文實工作者 他就不會好像 只被當地的旅行社當作 就是你知道 就是排行程幾秒鐘 你不要幾秒鐘 幾分鐘的體驗 而是說他可以自己 製作一個行程 然後跟人 撤一撤勤就可以設一個旅行社 但是縱使是協調到這樣 上和到這樣子 現在還是有很多corner case 所以同樣就是你出上和也不保證 就你的整個business model都會work 那很多時候還會有phase 2 phase 3 就是像小雨雄 我們最近文化部那個use case 也沒有完全fit 所以我們現在還在協調 文化部在小雨雄 之前是農委會或園民會或什麼的 那邊比較work 所以我覺得 你們這邊要challenge的那個regulation 可能也要分次選 就是找一個震誕性最高 然後最能夠做誓言的 然後你自己等於提出這個regulation的對案 就是你希望才改進你的 那這個你們有concrete proposal嗎 我們有一個proposal 其實之前 我有看到有簡報 所以還是看一下簡報比較好 真的是有proposal 其實這是 你可能要轉過來 我們之前跟沙盒他們一起同樣寫出來的 那我們其實希望是可以參考歐美的 歐美的做法 還有甚至日本的 我們都看了國際的做法是怎麼做的 因為對他們來說 配思維這東西已經存在非常非常久了 然後我是因為好運我從加州來 所以 那時候完全沒有任何限制 他們是完全沒有保母限制 從頭保母限制等等 但是當然不能jump這麼大 所以我們才想說看一些 比較類似的國家 像是香港、日本 我都看了一下 新加坡也看了一下 對 那其實有一些是沒有管 但有一些是 像新加坡 比你這個榜 比較熟悉 然後新加坡這邊寫說是要有一個保母的證照 我們就在想 可不可以有一個比較微型的保母證照 那我們就參考了一下 人類好了 因為現在就是寵物跟貓小孩的差別 我們就看人類的托育所跟他們保母的差別 是真的有差別的 就是這也是有了居家型的保母出來之後 就有一個新的條款 是比較所謂的就是微型的法規 所以我們就這樣想 我們想我們有沒有辦法 就請他們做一個 像這樣沒有空間性限制的 因為這其實主要的點就是有空間性限制 對 那現在要求說一定要在一樓 商業區等等 那其實要保母做到這件事情 這樣困難 等於是他們要一個一樓的店家 真的太困難了 所以我們才想怎麼樣 可以把這空間的限制拿掉 那現在要求也很嚴格 可能有兩百小時的訓練證照 然後可能要有畜牧業 甚至連畜牧業都可以開寵物店 不過anyways 我們是希望這個可以更 這個法規希望可以更新 可能還是要考這個證照 可是不是一個兩百小時訓練課程 或是不是一定要有畜牧業的這個證照 而是有一個寵物保母這樣的東西 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覺得既養業者這個概念 它就有點像是托育服務這個概念 它是很寬的 那只是說現在比較沒有 像兒福法裡面的居家式托育這個概念 對 那所以要嘛就是去動保法加居家式托育 其實同樣的字 對 所以差不多 放托養就好 托養好了 對對 居家式托養 對或者是你剛剛講的 但我聽起來你剛剛本來意思說 動保法不動 只是去改那個特寵的辦法 那等於農耳會自己變出一個新的概念來 但是是在辦法層級 那就要看母法對它有沒有就是限制 那但是這個限制 因為在寄養業者 其實寄養兩個字 在動保法裡面是有很明確的定義嘛 對 就是以此為業 寄養業者的定義 對 但是這邊看起來就是說 它唯一在講的就是說要申請許可 那所以這個許可 只要是它的直轄式嘛對不對 對 直轄或縣轄式的主管機關許可的話 其實理論上並沒有什麼 它不能蓋國特寵法的狀況 所以其實如果有某個地方政府 它願意出來跟聯合聯合協調 這個可能是最快的 就是最最 affordable 哦 對 那你就是找台北市 好像台北市就找台北市 對 就是說像 像那個UberEats他們的保險 那些都是中央有辦法以前 台北市先訂 那後來當然他們去稍微調整 去配合中央老件什麼東西 但是有一段時間就是只有地方有 而中央還沒有固定想法 但是我看動保法其實並沒有說 就是不能夠地方政府 決定說那它對於激養之場所 或者是激養業 它如果有一個就是類似 stand box 這樣子的情況 有什麼不行 但是就是說 這可能就要是那個市長或副市長的 證檢的那種程度 它比較會願意有一個 mandate 對 但是地方的局長 願不願意為這個區域 有一點槓上人文匯這就很難講 對 感覺像那個要怎麼樣溝通 我們市長有溝通過嗎 你們有跟地方政府 問說他們想不想這樣拍了嗎 去市長那邊 哦 議員可能有談過 議員有談過 議員那邊也是想要這樣拍了嗎 對嗎 所以一個local role local role開始 因為如果地方的局處出來說 那他願意去說我在我這個地方我自己有一套做法 但是他可以好比像說 舉例來講他是動物福利相關專業訓練 有結業證書在地方來發 或者是說他營業場所工作三年好像比較難 所以可能還是要用結業證書這邊來做 所以如果他們願意運動這個 那他們發結業證書 所以諾爾會是不會找他麻煩的 因為本來就是你訓練兩百小時以上就可以做這件事 所以我目前聽到的概念是這樣 但是誰要去訓練他兩百小時 這就是如果地方政府不運動 我也看不出來誰會做這件事情 嗯 訓練兩百小時有點長有點累 是嗎 因為其實 因為我問過那個台北市董寶村那邊 課程上兩百小時其實很多都 都沒有跟寵物照顧那麼直接相關 其實都有一些是比較 客森的一些 他們就是Fillers吧 就是跟你們Fillers的感覺 就一定要Fill in兩百小時 然後這些課你自己選一下按摩 這邊也說水產也可以 水產也可以 水產也可以 水產上兩百小時 對啊 所以我們就也很confuse 這個為什麼兩百 為什麼不做十小時很精準就是做對 就是寵物照顧 或是二十小時 為什麼這兩百小時有點 useless的 不一定是直接關係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法規就是太 兩百小時也沒有什麼要求 不一定要求到對的 寵物照顧這一關 OK 那些 好啊 所以 但是你們也覺得兩百小時是最好動的一個嗎 還是你有什麼別的 別條想要動的或想要用的 兩百小時希望可以變短 然後變精準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其實兩百小時 我們想蠻久的想不出來 有什麼 就是照顧課程可以 升到兩百個小時 不太可能 可以啊 就實習 實習 實習可以 對啊 實習可以 他Fill time實習 不到一個月就兩百小時 課程的話應該就沒辦法 但他這邊沒有說 他是說訓練 他沒有說一定是課程 OK 訓練喔 兩百小時 對啊 他是training 不是lecture 他的法規的用詞是training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好比像說他當intern 或者是他就是實際 在另外一個已經有 兩百小時經驗的人旁邊 幫忙照顧 一個月才出師 好像也不一定做不到 這個當時這個對你 卡 這個跟共享的概念 就是說我如果是一個地方政府的主管機關 我偽辦 偽辦就是這種 你們現在這個model 然後說 那你要自己家裡能夠開這個以前 你要先 好比這樣說 透過你們現在這個不是以此為業嗎 是媒合嗎 對 那所以你要媒合 那透過這種暫時還不能收錢或什麼東西 也要proof說你的照顧的quality很好 達到五星上 我就是完全從你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等於你們變成 或你們這個系統變成某一個市政府或縣政府委辦的專業訓練機構 那他在你們這邊不收錢的 或者只收公本費的 去接受這樣子的拖養 那到200小時 他才能夠自己獨當一面 說好那我從現在開始sell我的rate 以此為業 這個是法令一個自動不用改 而且地方的主管機關所所的一個做法 這是完全不用改法 這樣子的方式 因為你這個model一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proof說 其實一百小時就夠了 那因為不然你沒有 evidence 你怎麼proof一百小時就夠了 或者五十小時就夠了 你沒有辦法證明 對但如果有一個地方願意去承擔 然後讓你這樣run個半年一年 那他去跟農委會說兩百小時太長了 農委會才有改這個兩百小時的動機 不然你現在說要改他 為什麼要改 了解 了解 如果有辦法用免費照顧的時數是嗎 對因為他想的是專業訓練 所以有人coach 有人train 但是他並沒有說 他不能夠用所謂intern的這種方式來做 所以intern也是可以 也許可以想一想 但你還是要地方的主管機關 引動詞 因為他的法規是說他來委辦 所以你還是要找到一個sponsor 就是地方的 某個地方的某個主管機關 要sponsor這個模型 okok 那他就是所謂的sandbox 其實這樣這個區域就是sandbox 然後聯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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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應該 這什麼意思 要找地方的政府的意思 台北市東寶書 就是台北市東寶書的意思嗎 都可以啊 任何地方都可以啊 就是台北新北市東寶書 台北市東寶書 直接問他們可不可以 就看你們的connection 你們要在馬祖延將線 也是你們的自由 另外一個地方的現實也可以 因為東寶書他們那邊 好像可以認定說 那個時速是沒有特準 對當然 那個就是他們認定的 對 那我們英稱的小時 免被照顧的小時 也可以問問 這個就要他們做裁案 因為從農委會的角度來看 他已經寫說 是各級主管機關 辦理或委辦 所以意思就是說 中央辦也可以 地方辦也可以 那他自己辦也可以 找別人辦也可以 這個已經其實非常複雜的 這樣一個方式 可能也可以 好 那就看我們的connection 對啊 還有我們都很chall me 應該ok啦 ok 好 果然是Pitch關鍵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我們這個法規又直接改人 真的太硬 所以那我們先用地方這樣的方式 對啊 我們之後就在考慮怎麼樣 沒有evidence的話 你要escalate到中央改 就比較容易 完全沒有evidence 中央只要比看順 那你在哪個地方有pilot 你就完了 對啊 對 有我們現在到現在 讓了1、2、1 應該是有一些data 然後現在就把它整理起來 對 應該是ok了 哦 這個應該不用 這是我們之前的公文 公文他們拔下來說 我們免費手費OK 是 是 那還有 還有我們想要討論的下一個點是 哦 我記得我們其實很想要做的事情是 剛剛有提到我們跟高雄的就業就業處 有 有合作 然後卡關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 那時候甚至 好那時候其實過年的時候需求非常非常的高 然後我們想說 可以很直接讓這些在家也沒事做的步驢 那想在這就業的人一起加入我們 然後我們就訓練 因為我們其實很參考國外的online的training的方式 其實這樣子才有辦法scale 所以我們一直就是這樣子的model 那我們就想要直接的找到這些需要找工作的人 然後可能也有寵物經驗了 我們就讓他上這個課 現在他就可以上這個課 然後所以我們高雄嘗試的時候 到台中就卡了 第一個是高雄 他們已經設定好了 都一切ok可以開始之後 因為我們我們的 應該說我們被說是 Illegal的時候 雖然我們不是Illegal 我們聲明度非常多事 但是還是會有非常多人 會聯絡這個主管機關說 就在地的就會說 你們不能用毛小孩 因為他們是Illegal的 那為什麼你們不在首頁 放說我們是Illegal的嗎 對啊 你的常見問題裡面沒有說 你們不是非法的嗎 對 這叫常見問題 還蠻有道理的 對啊 如果大家檢舉你 那就表示大家在你的首頁 看不到這個資訊 對 這可以加 因為通常壞人是不會說 為什麼我是Illegal的 既然你們是好人 你就應該在這個 你上面不是有一個歡迎來到毛小愛嗎 對 我看這個space沒有真的用到 有點可惜 對 但是我們最近剛浪 我們最近剛浪新的web版 做剛浪搜尋 在web上可以搜 對對對 在這裡就是說 就是你要看這個跟你們類似的 同一個時期進沙盒的 就是Farhugs 遠距報報嘛 對 那遠距報報同樣的 就是他的那個心理諮商 文字輕談啊什麼之類的 那他這邊底下就有一個很清楚的說 這個心理醫療機構的入口 專業人士的入口 我們有諮商前統一書啊 什麼之類之類 那這個看起來就很像一個 你叫legal的operator 對 但是因為你們這邊感覺就是 是興趣愛好者聚會 就並不是以此為業的專業人士 對 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你就更需要 如果你是類似Farhugs的話 就在最上面 就說為什麼我只是合法 OK 是可以加的 對對對 事實上沒錯 嗯 我們 哦 這樣一個一個解釋 真的有點累啦 嗯 然後那是 不過呢 還是還是這樣 到最後到最後是 高雄那邊這樣跟我們講 我們最好把所有 教大家怎麼上架服務這件事情 全部砍掉 這課程全部砍掉 所以他們也不知道 他們 我們訓練他們怎麼當寵物寶物 他們不知道怎麼樣 XBOB 自己的寵物寶物的服務 所以 我們 就只好賣他們的資料 然後資料上寫 對 忘記了 類的 哈哈 所以 所以 資料包裝 包裝貼紙送運輸 嗯 包裝上面寫寵物技術 哈哈哈哈 對對對 也是一招 這也是一招 這也是一招 蠻有趣的 哈哈哈哈 不過我們到最後 也是把公文給他們看 就說我們公文寫得非常清楚 這免費是沒問題的 對啦 其實你們是合法的 對啊 就寫得非常清楚 但是 他們還說 我不想加入這個糾紛 所以我們之後去台中的時候 就卡了 就沒有辦法去台中 就會去合作 幫 招這些 招這些人來加入我們 所以 這是我們卡的另外一個點 我們是希望可以recruit 然後很直接的跟政府合作幫到 真的想要找工作的人 對啊 所以我們很希望可以做到 可是卻 我們希望 不要因為這些事情可以卡住 所以加首頁就辦法解決 對 就你那樣 歡迎來到毛小艾 對 因為我還兩個清探號 我覺得意義不明 唉唷 這是我們剛剛鬧熟 我們剛剛鬧熟 對 這是我覺得具體來講 說不定歡迎來到百分之百合法 經營的毛小艾 對 按這邊了解更多 對 好像這也是 這也是一個 對 或者是說 好比像說 像你的常見問題 可能一開始 也許你 不要叫常見問題 也許叫做什麼 這合法嗎 很好 對 加一個Tab這樣講 對 不過你就把常見問題改成 這合法嗎 很好 哦 這也是一個方法 這樣 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 對 對 那這樣他不能假裝 你沒看到 對 然後你點進去之後 你就修那個公文 你把那個公文弄成 好讀的 不知道簡報 或者四個漫畫 什麼東西的版本 四個漫畫版本 就是你要讓檢舉你的人 他沒有excuse 他不能說 我沒看到 這蠻有道理的 好 那我們 應該是可以這樣走 對 這樣子的話 嗯 好 那跟各地 其實跟各地的就業處 應該是直接聯絡 我們是沒有拿到response 台中是沒有response 怎麼樣可以更方便的 聯絡他們 然後得到response 我覺得讓外幣先安寧 還是要先把 你本來高雄的那些 狀況解決 因為他們彼此 所有的主管機關都會互相 他們說不定在同一個群組裡 對 所以你要先回過頭去 讓他們理解到說 如果還有人檢舉 我現在看你們的layout 我覺得換來了解更多是最好 嗯 就是有一個立即搜尋嘛 就是code of action 就是追求者嘛 那這邊應該就是 就是這合法媽問好 哈哈哈哈 然後按了可能這邊就可以有一個 就是四個漫畫 四個漫畫 你們其實是合法的 都是八卦解決問題 對對對 然後配一些可愛的 就是你知不知道 毛小孩圖片 就是四個漫畫 也可以讓狗狗跟媽媽來講這樣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先改整 改完之後 回去說服你的高雄來電話 讓你能夠重新offer for free 也好 offer這個instruction 因為你不解決這個 你去別的 別的也會問啊 別的會不會來問高雄 那高雄就說 啊這人沒有糾紛 那你就完了 那你怎麼 outreach 都沒有用 對啊 那時候就是啊 高雄尷尬了之後 去高台東去不了 對啊 所以真的啦 改這個了解更多 把四個漫畫房 回去聯絡高雄 讓他們願意 就算是for free 也好 就是把你們的instruction 放上去 就是有meme就可以解決一切 對對對 meme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我一直講蠻有道理的 用四個漫畫的meme解決問題 沒錯 好 這個ok 這麼ok我去試試看 ok啊 那還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 我也沒有問題了 所以我覺得幫助很大 非常有效率 非常有效率 我覺得時間就是要精快很準 Well spent 好謝謝 謝謝 Thank you Thank you 好 Thank you